宝宝从床上掉下来了 会伤到大脑吗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陈国强 吸给次女儿童医院 小儿内科主人医师 这个就是个不好说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一个看你的床有多高 比如说你如果是二三十公分的床 那掉下来说实话 绝大多数正常的孩子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说你那个床如果说八九十公分高 那就说不来了 因为每个家里的床高度不完全一致 第二个呢就是说跟每个人的这个体质啊 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掉下来的这个着力部有关系 比如说你这个孩子掉下来 他这个腿着地他就没事 或者屁股着地一般问题就不大 但如果头先向下着地 可能相对来说 或者说这种的话损伤可能就会要大一些 另外一个有时候 看对颈椎这些造成影响没有 大部分正常体质的正常骨骼的 如果说大脑里面的老血管发育 也没有什么缺陷的一些孩子 如果当时没有什么有时候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 他会出现呕吐 尖叫哭闹 反正精神不好爱睡瞌睡 像这种的话你就得到医院紧急做检查 这种有时候可能脑袋就有问题